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了神龙奖 我从小在凤梨园长大 更要把台湾凤梨推销给全世界 哇 好多凤梨啊 这边凤梨 我们这边嘉义的水质跟温度 都很适合凤梨的成长 然后主要凤梨的产区在南部 然后像屏东也有很多的凤梨园 为什么凤梨要戴帽子啊 凤梨戴帽子哦 因为我们人也怕晒伤啊 这个凤梨的这个帽子哦 主要是保护它 不要让阳光晒伤 然后让它不会丑丑的 有商品价值 叔叔 为什么这个凤梨的叶子是锯齿状的 其实这个凤梨它为了 它在原始的环境为了要保护 保护它自己 不要让其他的那个野生动物吃掉啊 所以它要这个锯齿状 防止那个一些动物来把它吃掉 所以有锯齿状要保护它自己 这里凤梨边缘的叶子烂掉了 这个哦 像这个 这个是因为上次那个 12月1月的时候 那时候的寒流来 然后因为凤梨是热带的水果 它怕冷 然后冬天的时候 寒流来的时候 把它给冻伤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个叶子的那个末端 然后干干的 大家要吃凤梨吗 好 好 走 我们去吃凤梨 那我们凤梨一般从田里面回来 会在这里分级包装 然后我们把它大小分开 然后肉生果 古生果分开 成熟素分开 好 那这个像这个叶子 如果要双坏胶的 下面这个叶子要拔掉 对对 这个要拔掉 那就是一个一个拔 对对 要这个要用人工拔 像这个 好 它声音很清脆 它声音越小 含水分越高 鲜鲜的 来 大家都很辛苦 你这个大家吃凤梨好不好 好 来 试试看吃凤梨 好吃 好不好吃 为什么这边会有黑黑的 哦 这是凤梨的种子 因为凤梨如果有经过授粉的 它会有种子 而且这种子很珍贵哦 那个要吃到是非常幸运才有 不是每一颗凤梨都有的 这边又有凤梨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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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梨酥 好不好吃 好吃 我们凤梨的加工 有很多的产品 凤梨是一种非常好的水果 可以做很多的加工品 从农地栽种到餐桌美食 就是要让你尝尽凤梨的酸甜好味道 我开中火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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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